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边的同学甚至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而欺负他 唯独有一位老师对他格外的关照 老师要求他把课堂上记录的讲义笔记交上去 等这位学生拿到笔记的时候 他回忆说 很吃了一惊 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 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尾 都用红笔天改过了 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 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定正 这样一直持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 骨学 血管学 神经学 后来呀 这位学生成为了一位大家 我说到这儿 您肯定已经猜到了 他就是鲁迅先生 而他刚才所说的那位老师 就是他的藤野先生 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 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时》 重新去读那一篇 我们大家其实都很熟悉的《藤野先生》 这篇文章被收入中学教材 至少也有三十来年了 所以 藤野先生也成为了中国人 熟悉和尊敬的一位老师 如今 我们知道 鲁迅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 思想家 可是在当时他的老师 藤野先生的印象中 鲁迅先生是一位怎样的学生呢 在查阅这段往事的时候 我看到了藤野先生所写的回忆文章 锦艺周树人均 藤野先生是这样来写鲁迅的 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 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 如果留下来当时的记录的话 就会知道周军的成绩 可惜现在什么记录也没留下来 在我的记忆中 周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 关于这个评价 鲁迅先生其实在他的文章里 也有记录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 有时也很任性 还记得有一回 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 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 是下壁的血管 指着向我和蔼地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自然这样一移 的确比较的好看一些 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 实物是那么样的 我们没法改换它 现在我给你改好了 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 口头答应着 心里却想到 图还是我画得不错 至于实在的情形 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对于这个自认为学习不太认真 又很任性的学生 做老师的藤野先生 是怎样对待他的呢 我们先来看 藤野先生自己的回忆文章 他回忆说 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 周军上课时 虽然非常认真的记笔记 可是从他入学时 还不能充分地听 说日语的情况来看 学习上大概很失利 就是这样一位 在老师印象中 资质平庸的普通学生 他和一位置学严谨的专业老师 就这样相逢了 他们的相逢 为什么会让鲁迅先生 终身难忘呢 我们再回到文章中去看 当时藤野先生要求严格 一些日本学生 因为解剖学成绩如果低于50分 要留急 而对藤野先生极为不满 可是对于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周树仁 他却非常的照顾 在藤野先生的大力帮助下 周树仁三个学期的解剖课 都取得了60分以上的成绩 这就让那些成绩不及格的 日本学生十分难堪 怀疑藤野先生 在检查鲁迅笔记的时候 给他漏了题 所以那些学生会故意为难他 后来我们都知道了 在留学的过程中 周树仁感受到了国民的麻木 是通过学医是救治不了的 学医只能救治少量的人 而只有文字可以唤醒 大量沉睡中的人们 最终啊 他放弃了学医的目标 得知学生周树仁放弃学医 藤野先生表示了深深的惋惜 并且在离别的时候 嘱咐他一定要多多通信 你回头去看鲁迅先生所写的 藤野先生这篇文章 会发现里面记得全是一些小事 比如说帮他修订奖励呀 比如说他们之间的一一惜别呀 您会觉得这对于任何一个 做过学生的人 都会感到似曾相识 那为什么鲁迅先生 会对此永至难忘呢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 他是最使我感激 给我鼓励的一个 有时我常常想 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 不倦的教诲 小而言之 是为中国 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 大而言之 是为学术 就是希望新的医学 传到中国去 他的性格 在我的眼里和心里 是伟大的 是啊 对于一个弱国的孤苦学子 在异乡遇到一个公平待见他 一视同仁教导他的老师 这真的是一种莫大的恩情 在后来动荡的岁月中 这个来自异国的中等生 在呐喊的文字中 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而且在鲁迅先生 后来的人生中 在他的文字中 我们都能看到 他同样像他的老师 滕野先生一样 对年轻一代 进行热心的帮助 不倦的教诲 作家巴金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